關節上的運動都動到了 大致上就可以 我們的節目就告一段落 有有有 進廣告 導播 進廣告 有有有有 今天是我們趴能高主峰西人最後一天的行程 待會還是都要上坡 所以我們還是要活動熱身一下 那之前是拔河隊的熱身 那今天是什麼隊 排球隊 排球隊 大致你是從以前開始就有練排球啊 興趣 興趣 什麼時候開始練的 從國小開始 因為排球是我們新一鄉 比較熱門的一個球類活動 新一鄉的特別喜歡打排球 對對對 現在他國小就這麼高了 從小就喜歡打排球 那現在在部落還在打嗎 還有還有 相應的時候 我們那邊還有社會組還有壯年組的 那這邊除了打他還有沒有誰有在一起打的 喔 喔 喔 有打 看那個 新一鄉 這個就是排球隊的那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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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打排球嗎 單叫那個 我們全新一鄉的前輩殺手 喔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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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手 好 那我們就拿出打排球的精神 到中央山脈 好 好 好 來 好 好 來 沒有人 從第一天開始 這位阿豬小姐就如影隨行 唱得我們也好想知道 阿豬你到底在哪裡 但向島忙著找路 我們也就不忙著問 只是稍稍覺得奇怪 天池山莊的賽德克族李莊主 沒事就抱著吉他愛唱小微 現在又出現布農族的阿豬 等我們找到上中央山脈的路 一定要先問問阿豬小姐的故事 玉山劍竹是河本科 竹雅科 玉山劍竹屬食物 又稱史竹 玉山竹 台灣原生 從海拔2000公尺到3800公尺山區 都可見到它的身影 是早年原住民製作劍桿 編維梨的素材 高度通常在20至50公分之間 河環 齊萊山區 以及能高安東均等高山草原 多屬此類 但生長在鐵山或冷山林內的 玉山建築 則可高達5公尺 加油 加油 柳暗花明又一村 真的 哇 走出森林了 有視野了 第四天才看到視野 哇 這視野太棒了 整個群山啊 我們來的路 都看得一清二楚 豁然開朗 因為今天早上光鮮很好 可以看到我們從爐山溫泉一直走 再生山這個人脈 這樣一路這樣上來 而且真看得很遠啊 軟姐 欸 看到你家啦 我看到了 親近農場 霧社真的看到了 後面守城大山 哇 這視野很棒喔 那從那邊 荷歡山啊 雪山山脈 都看到了 另外一面可以看到 甘酌萬群山 看得非常清楚 那尤其是我們這一路走過來的 哈羅灣溪 這邊是馬海浦 西南的馬海浦富士山 都在這個地方 看得很清楚耶 好 我們到上面去看喔 現在海拔已經是2950公尺了 還有8公尺 好 8公尺就上了喔 好 軟姐 上來看你家 好 好 好 加油 走 我們現在在2958這個山頭 有喔 享受難得的陽光啊 那這邊視野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棒 剛剛往西面那邊看 是看到我們的來池路 我們走的路 那現在往這邊 往東邊看的話 是看到我們未來要走的路嗎 阿晋 越來越好陶啊 我們差不多下午 會上到那個能高竹峰 能高竹峰以後會下去 下切到下面 有一個叫台灣池營地 然後隔天以後 我們就會上到那個能高南 南風 然後一直走過去到 右手邊那個光頭山 在這邊看又是另外一個視野喔 以前都是從天池那邊看 能高竹峰啊 是尖尖的 對 我們在這個地方看它是寬寬的 對 而且看起來很雄為 真的是橫看成嶺 側層峰啊 那最尖的那個就是 能高南 南風嘛 能高南風 那是明天的行程 那個上去是這一趟比較累的地方嘛 對 那個是最高的 因為南風是石峻啊 從這邊看非常尖 不過這次來我覺得很好 就是 草跟上次大洞都不一樣啊 對 這次因為是夏天嘛 草比較綠 這次來特別就是要拍 綠色的能高大草原 對 正前方這就是帶我們要上去的 能高竹峰啊 那我們就看到這個人脈一直延伸上去 那我們待會兒是跟正一啊 天子山莊的莊主 約在祖峰這邊啊 列人 我們要不要呼叫一下 看它到哪裡了 我呼看看 因為它身負重任啊 背了大機器啦 有有有 有 我呼看看嘛 我知道啊 很重要喔 正一正一 列人呼叫 正一正一 列人呼叫 正一正一 列人呼叫 可能還 沒有 沒有 防衛在哪裡了 光盜卡克啊 卡克 哦 了解 辛苦了 機器有帶嗎 重點 機器有沒有帶 有啦 我怎麼可能會偷棄你們呢 重點的方面 重點的方面有嗎 真的 那個方面也有啊 有 什麼重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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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說什麼重點 欸 火藥 好啦 辛苦你了啦 那我們也要趕緊啦 來講一下我們在哪裡 我們還在二九 我們還在二九這邊啊 拍一下 這邊風景很美啊 嗯 只限五百 只限五百 對啊 我們只限看過去可能兩百五百吧 嗯 差不多 我在卡克啊 幾個年 差不多會十二點會跟你混的啦 我們不會到 了解了 了解了解 那你有幾個人 你一個人喔 我的大嫂來這邊練體力咧 大嫂來練體力咧 大嫂來練體力咧 是的 她的老婆喔 她說什麼 喔 你的大嫂是哪個方面啊 我聽不懂啊 好 這是建復的同學啊 她說要練體力咧 在家裡越來越胖 喔 沒辦法看啦 我還要講你們的爸爸 我去不懂咧 原來如此 是 原來如此啦 喔 那就平安啦 那等一下再聯絡啦 有有有 有有 剛有的都有了 重要的機器大機器 精神來了 已經帶來了 那其他一些重點也都來了 精神今天應該會蠻不錯的 有有有 有 有 這樣 因為這邊風景太漂亮了 實在是可以休息一下 看一下風景 那這時候唱首歌應該是不錯的 欸 東山大哥 我們要不要來唱一首歌啊 我們先找阿豬看看 阿豬 阿豬喔 阿豬喔 這個也是林邦哥啦 不是高齡風那個阿豬阿豬啦 也算啦 因為同一個字 同類 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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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東山大哥來帶 阿豬 阿豬 你在哪裡 上來找 西上來找不到 天涯 海峭 希望我們能夠結合 沒有人 沒有人來安慰我 沒有人來告訴我 世界上只要你為阿豬 祝你是我的恩人 讓我默默地祝福你 哇 好聽 好聽 阿豬 阿豬來了 阿豬 這阿豬到底是誰 這什麼意思 這個在民國 就是六零年代的時候 過去在山裡面伐木 還有 還有造林的時候 有一個布農族 愛上一個漢人 叫阿豬的 聽說這個女孩子非常的漂亮 每一個男人看到她 都會流口水 我是不會流口水 可能是他們的 聽說那個非常的漂亮 因為當時的族群 沒有辦法那麼融合的時候 他們又認識 可是家族對方都不願意 他們在一起 後來是阿豬還是選擇 離開那位布農族的勇士 那個布農族真的非常的 死心塌地的 一直懷念著那個阿豬 所以又不能碰面 所以還是製作了一首歌 那個就是阿豬 他的名稱叫阿豬 聽說那個阿豬 現在應該也是當阿嬤了 有 不過剛剛看東山大哥 唱是非常有表情的 到新刊裡了 東山大哥是有阿豬嗎 二十年前有遇到他 可是現在早了二十年 找不到還算 六零年代 六年代 往事了 現在還找不到還算 往事已成追憶了 沒有關係 那個阿豬變老子變老子 每個人都有過去 沒關係 每個人都有一個阿豬 每個人都有一個阿豬 阿豬 要在哪裡 要有阿豬的心 要有阿豬 要有心事 阿豬檳榔攤 對 我強烈華語 他們應該也是 阿豬 阿豬的海小朋友 開門 送你 送你跟你 阿豬 你在哪裡 再來找去 再來找不到 天涯海角 希望我們能夠結合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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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我 沒有人 來告訴我 世界上只有你 為阿豬 你是我的情人 讓我默默地祝福你 沒事 小白起飛了 悶著頭 在森林裡走了幾天 小白大概也迫不及待 想要出來透透氣 透過他的視野 中央山脈 甘酌萬群風 雪山山脈 在眼前展開 就像久別的情人 我們和中央山脈 歡喜重逢 唱完阿豬之歌 一行人以理而行 繼續向中央山脈 心腹之地推進 目標越來越近 不知道我們的布農英雄 什麼時候 能和阿豬重逢 東山大哥 唱起阿豬 氣氛十分到位 神情是堆心花 難怪大夥都認為 他就是阿豬之歌的 男主角 關於這首歌的故事 還有另一種版本 據說男主角和阿豬 是青梅竹馬的 東埔布農族人 因為工作分隔兩地 男主角在臨班 山區無聊 下了宮就以煙酒排遣 生活習性 和到城市工作的阿豬 漸行漸遠 最終阿豬嫁了漢人 大概只有像東山大哥 這樣待過臨班的漢子 才能唱出這首歌的 深情和無奈吧 甘酸萬群峰 位於南投縣仁愛鄉 是中央山脈北三段草山 向西分岔延伸的枝脈 枝脈上包括 濁射大山 木山 火山 甘酸萬山四座百月 以及三叉峰 甘酸萬東南峰 濁射大山東峰 等超過三千公尺高峰 921地震後 山路受損嚴重 原本就是高難度形成的 甘酸萬橫段 更加顯阻重重 最高的效果